台北捷运统计今年以来已经发生了34起的性骚扰案件 为了保障乘客的安全 捷运警察队将过去呢 将把过去两年内曾经在捷运犯案的前科犯通通列入黑名单 只要他们刷卡进入车站的话 电脑就会通知警方要多加注意 直到对方离开车站 白衣女子一个人走上手扶梯 后方男子快步跟上 只不过明明扶梯还有其他空位 但蓝衣男偏偏鬼鬼祟祟的要紧贴在女子后方 还疑似伸出贤猪手偷袭 丢下一句对不起人就赶快落跑 女子气得当场立刻报案抓人 像这样的案件层出不穷 就怕有人再受害 捷运警察队现在要祭出绝招要防范 捷运警察队已经在某些前科犯通票卡上做注记 只要他们一进站 管理室就会收到通知 提醒警方要多加注意 台北捷运平均每天有160万人刺进出 警方将扩大列管30名 曾在捷运犯案的前科犯 希望能在犯罪发生前就先防堵 而且即使用的不是悠悠卡 以为去买一般的单程票 身份就不会曝光 但没有用 一旦遭到注记 都会列入北捷的特别关切名单 许多前科犯三番两次在捷运上 骚扰陌生女子怎么样也学不乖 今年截至目前为止 台北捷运已经发生了34件性骚扰案 执法新机制上路 到底能不能发挥嚇阻效果 捷运族们想要安心搭车都在等着看 记者上面周中林台北采访报导